来讲一个难咳的疾病 发病率很高 治疗起来很麻烦 大家可能想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了 对了 前列腺的疾病 前列腺的疾病当中 年轻人最主要发生的是 前列腺的眼睁 前列腺的眼睁 这个疾病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部分人可能是由细菌 所引起的一个炎症 但是大多数的前列腺炎症 它属于一种无菌性的炎症 那么既然大多数患者是无菌的炎症 所以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使用抗菌素来治疗 疗效就不确切了 所以我们有很多患者 当发生了前列腺炎症的时候 去使用一些治疗炎症的药物 就是我们所说的消炎药 并没有达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第二个原因 这个前列腺它很特殊 前列腺很特殊 它为什么特殊呢 要保护它 因为它是男性的一个性器官 所以要重点的保护它 它就像什么 牵了牵 它就像一个板栗一样 像一个板栗一样 外面包裹了一层膜 这种膜 它是个纸膜 它外面有一层纸膜 这一层纸膜 它和里边就形成了一个什么 平章 所以外面的东西要向进去 比如说我们要用药物 药物要向进到前列腺里边去 那你首先药物得通过它的脂膜 你通过过它的脂膜 问题没办法解决 进不去 所以这是前列腺疾病 在治疗过程当中 比较难治的第二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无菌性的炎症占到了大多数 抗菌素的使用 疗效不确切 其二一个特殊的脊铺结构 外面包扰了 或者包裹了一层纸膜 只有脂溶性的药物才可以进去 水溶性的药物难以进入到前列腺内部 所以这是它难治疗的第二个原因 因此当发生了前列腺疾病以后 常常患者到医院就诊的时候 西大夫常常采用的是前列腺的解压手法 那么也就是说 患者出现了症状 最后确诊成前列腺炎了 那么怎么办呢 医生就建议患者每一周都到医院来一次 去了以后呢 医生手指头上戴个纸套 通过肛门 手指头进到肛门道里边 在职场当中触摸到前列腺 对前列腺进行按摩 按摩的按摩的 把前列腺的液体通过尿道排泄出体外 这样就等于把前列腺里边的压力给解清了 这样来达到缓解或者治疗的作用 其实最后的疗效也不是特别的确切 很多患者最后比较痛苦放弃了这种治疗 而前列腺疾病可以说 对用西药来治疗 真的疗效不是太确切 中药的治疗效果还是蛮好的 所以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前列腺疾病的症状 前列腺位于人体膀胱和尿道的接口处 上面是膀胱中间是尿道 它紧紧的切在了膀胱的下边 像一个板栗一样 底朝上尖朝下 所以它在会阴处 因此当患者发生了前列腺炎症以后 首先会出现的是会阴部的症状 因此患者会出现会阴部的潮 潮湿 或者出现了会阴部的追张 或者有部分患者出现了膏碗的疼痛 这是它常见的症状 那么有一些患者还会出现什么症状呢 小便完了以后 尿道口会流出一点白白的液体 我们办的叫做什么 尿道口有着 地白的现象 所以前列腺炎症在中医古代文献当中 把它叫做静拙 把它叫做静拙 这是它的最主要的症状 那么中医如何来认识这个疾病 它的病因命迹 在哪里啊 它的部位 会阴部 前列腺吗 会阴部是哪一条经络的群星走向啊 我在基础理论当中特别讲过 有一条经络 起于会阴 绕阴气 过少府 向上走 哪一条经络啊 得了 足觉阴干经 干经的问题 那么干经为什么出现了潮湿了 有了潮湿现象 那么它就是什么邪气啊 有湿血 是吧 那么同时患者出现了疼痛 出现了脆症 出现了低白 是吧 那么出现这些症状和谁还有关系啊 常常里边还有了热血 所以常常是由于湿热之邪向下 下注到哪去了 下注到干经而引起的 下注到干经 引起了干经的组织 引起了干经的不畅 而千脸线的液体 又是男性 井液的 重要组成部分 千脸线里边有很多线管 一个线体当中有很多管子 这很多管子 要把千脸线当中产生的千脸线液体 最后在性兴奋的过程当中 要排泄到人体的尿道当中 从尿道当中 混合形成经液 排泄出人体的境外 这个体外 所以如果说湿热之邪 下注干经 必定会导致千脸线的淤阻 淤阻以后 里边的液体排泄不畅了 排泄不畅了 是谁淤到里边了 经液淤到里边了 所以我们在基础理论当中 曾经谈到过 有一个问题叫什么 经淤了 经济了 正是由于出现了经济的结果 所以患者在排泄小便的过程当中 一使劲 抚压一增加 膀胱的压力一增加 对千脸线造成了挤压 所以患者常常在尿尿完了以后 药道口有了这一种低白的现象 所以对千脸线炎症的治疗 就要紧紧围绕一个湿热之邪 下注到哪了 干经 导致了什么结果 导致了经浴这么一个结果 紧紧围绕这个问题来进行治疗就可以了 所以从治疗上来讲 有湿除湿 有热清热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清粒湿热 在哪呢 在干经呢 导致了经浴 所以我们还要怎么办啊 对干来讲 那我们就要输干 有浴了怎么办 解浴 通过输干解浴的方法 来去除这么一个病例结果 好 方法有了 那就是药物了 从药物上来讲 药清粒食热 这味药 我今天才是第一次给大家谈到 首选 B血 首选B血 清粒食血 大家都熟悉的一味药 叫做生 一人 对吧 有热写哪里 下焦有热 下焦有热 下焦有热用什么 上焦有热 我前面讲过 上焦有热 我们用的是黄琴 中焦脾胃 中焦有热 我们用的是黄年 那下焦有热 那下焦有热呢 当然用的是黄白 黄白即可以倾泻下焦之热 还可以立湿些 造湿些 用黄白 又要疏干 是吧 用什么药去疏干呢 那肯定是柴虎啊 患者不是还坠胀了吗 既然坠了 居然胀了 甚至就会出现疼痛吗 所以我们就要用点 即可以疏干 又可以换疾 又可以止痛的药 那肯定就叫做超白勺 要解于香腹子 还有一个药物 非常漂亮的一个药物 用这么一首诗说 日淡荔枝三百可 不妨尝说令男人 荔枝的果肉是可以吃的 而荔枝的荷 也是可以入药的 那儿疼啊 高丸疼痛 高丸不是就叫做荷吗 老百姓通俗的 把它叫做虎吗 以荷之荷 所以在这个地方 选择荔枝的荷 荔枝荷即可以疏干解育 又可以止疼 这样 清热的药物 立湿的药物 有了 疏干解育的药物 有了 缓急止痛的药物 有了 解育的药物 也有了 荔枝荷还可以引药 直接达到会音部 还起到了引药入经的作用 所以紧扣病急 紧紧围绕治疗原则来进行治疗 脊梁 辟邪用量 10到15 生一人 15到30 黄白6到9 柴虎6到9 炒白烧 15到30 香腹子 9到15 立枝荷 9到12克 这是一天的剂量 口服药物 大家请注意 这个药物 大家尽量自己回到家 去煎药去 每天煎药 第一遍煎下 第二遍煎下 混合起来 取口服 上午一次 晚上一次 去喝 第三遍继续加水煎 就是煎完两遍 把药渣的剩下以后 第三遍再多加点水 多加点水 煎好的药物 然后 把药物放到一个干净的 没有使用过的盆子里边 局部熏洗 热的时候去熏 温度适宜的时候 把会音部 最好能够把会音部 泡在这个药水 水当中 局部进行熏洗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洗一次 口服加局部的熏洗 这样对治疗 牵着腺的炎症 疗效 更快 更好 牵着腺疾病不是一个什么样的大病 但是他就是发病率很高的男科性的疾病 前内先疾病不是一个什么样的大病 但是他对男性的健康的的确确影响很大 因为前内先他本身是男性的一个性器官 他不仅仅会出现婚姻部的潮湿和坠张 以及搞完的坠张疼痛的问题 他也不仅仅是会出现一个尿道低白的现象 糟糕的问题 是当前内先的疾病时间久而久之以后 他可以引起男性的性功能下降 所以这个疾病应该重视起来 另外一个要注意的问题 有很多男性 尤其是一些青年朋友 有着不良的生活习惯 好多年轻孩子 比如说十八九岁二十来岁 好多年轻孩子 前内先疾病是怎么得下的 不良的生活习惯 有着手引的习惯 手引是最主要的引起 年轻人前内先发生炎症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二一个 骑自行车 过久的长时间的骑自行车 那么自行车的坐调 他对会音部直接有一个压力 而且在长时间的骑自行车的过程当中 对前内先不仅仅造成了一定的压迫 而且产生了一定的摩擦 也可以出现前内先的炎症 所以如果说当前内先发生炎症以后 自行车尽量的烧骑 或者说不骑 因为我们本身要给他解压 你得直接去压迫他 当然是不可当 所以改掉一切不良的生活习惯 呵护我们人体身体的每一个组织器官 那我们的身体才能健康永远 好 就讲到这儿